好 繼續來關心 我們中法官一般輸入火器物 到底要等到哪裡呢 一個經過的研究之後 中法官官報局會先將 用意發出糙米的火器物跟民生相關 也就是對醫療意塑 殘印潮汐 當舊和擁護機構的火器物 都會優先送到客舟風化路來作出力 其他就像現在不是放在工業區來 等到中兵工業區 有宋室區的輸入火器物 火化路可用 就能體地來解決這個問題 包括工廠 醫療印象和餐廳的地方 每天三星的大陸本室 都是受益輸入火器物 火器這些火器物都跟家庭本室一樣 送去火化路來修 不過去年 很多關心的火化路都不少 外關心的輸入火器物 差一點也做成本室待見 4月廢棄物 我們現在在去年的12月1號 由於高雄有一些公有的混化廠 來停收本縣的事業廢棄物 我們環保局奉縣長的命令 立即來做應變 我們西州混化廠的部分 先調整餘餘量來收 縣內的餐廳 旅館 醫院 還有養護中心 還有食品廠 這些會易發臭的事費去優先進到西州混化廠來處理 環保局表示 除了省家的草的事業廢棄物 送去去混化路來修以外 也已經找到工業廢棄裡的 減市堆地中 未來一年 中華館的事業廢棄物 就不用怕沒所在討好處 那其他工廠製程產生的不會發臭的部分 先在廠內暫行打包 那另外我們也緊急跟經濟部工業局來協調 那由工業局釋出土地 那環保局由清除同業工會來共同來建置 一個廢棄物的暫存廠 那目前在1月底已經完工 那目前是可以使用的一個狀態 環保局基礎 年代之前中央工業局裏面有兩套事業廢棄物 混化路可用 一天可以處理700頓 可以修改管理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壓力